郭董委員你怎麼看這一局啊 國慶會合嗎 第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情彼此會讓嗎 這第二問第三件事情 如果會讓到時候 郝龍斌會不會變成炮灰 郝龍斌會不會變成炮灰 我覺得他不會很在意 他這次出來 顯然是衝著親民黨而來 就說好了 那要戰就來戰 就是那句話的延續 那思維應該這樣子 假設國慶可以合的話 哪怕好大兵真的變成炮灰 我覺得以他老爸好大將 讓個性只要為國民黨犧牲 我覺得應該他個性是OK的 那我看那合時間有一點來不及了 黃金期已經過了 換句話說這個能合 就像剛剛明顯所說的 不管是秦金生拜訪李世川 或是朱立倫想拜訪宋楚瑜不管 我覺得這個應該在兩三個月前就要搞定 那現在也來不及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原因還不是時間 最重要的問題 原因應該在於就像民進黨的思議員 阿堅所說的 後面有個惡婆婆你知道嗎 惡婆婆是誰就知道 你朱立倫你做得了組嗎 重點在這裡嘛 所以你看朱立倫主席很想跟宋主席四三億 這個我們可以肯定 他那個不是假的 可是四三億 第一個你做不了組 第二個他為什麼四三億很簡單 他知道一月十六號萬里選蘇選零 大家都討論很久了 就下臺 那下臺他未來路還要走啊 他不能四面楚歌 四面為敵嘛 哪怕他回到新北市政府 他也想說未來在泛南這個大家庭裡頭 他還能夠所謂的一言新 新幫新黨嘛 你你少掉這一塊 這次一選不相信你看好了 誰會贏 誰會輸 現在我講不算 民眾在決定 可是這一次跟以前的狀況不一樣 我的感覺宋楚瑜被棄保的可能性很低了 以前會被棄保是因為馬英九總統選太強了 郝文斌當時國民黨也很強 那宋主席不管總統或市長顯然無望 在無望的情況之下 泛南主動把他割捨掉 甚至於含裂割捨 那這一次不管怎麼樣 你看民調差不了多少嘛 尤其七一九 當天應該是 好問題 來 我先猜話 國中委員你剛才講的一個重點 我把這個民調拿過來看 你來解讀這樣的氣氛 來 這是自由時報的民調來看 如果是蔡英文對上洪秀柱 是49.6比上20 這個差距相近30個百分點 那如果呢 這個是 先看7月22號 7月22號民黨 這是民黨內部 我們先看自由時報 那42如果加上宋楚瑜的話 是42.7 16.9 16.6 以這個民調來看 宋楚瑜是小贏的洪秀柱 但是如果是以民進黨內部的民調的話 那不得了了 這個民黨內部民調是 這個蔡英文是50%對上25% 這個洪秀柱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還是差距25% 但是如果把宋楚瑜拿出來的話 宋楚瑜是大贏了這個洪秀柱四個百分點 而且你知道嗎 是45比上44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 似乎在這個選戰裡面 洪秀柱可能會被棄保 假設如果是 我不能這樣講 因為國民黨是央央大黨 我這樣講好像就有點 雖然我已經離開國民黨 有點對不起他 可是假設這個趨勢沒改的話 我的看法719當天 當他已經定一尊 所有人高喊柱子姐動算的時候 然後那些天王上去幫他捧場 理論上應該是民調最高 可是你的民調一看 我好啦 民調不一定準 完全沒有蜜月期 完全沒有蜜月期 我講說民調不要想一定準 至少是一個參考 好 不要說宋楚瑜 三個一筆 宋楚瑜贏柱子姐 這講差不多好了 那差不多以後 今天過後 明日過後 很顯然現在柱子姐 大概有三股勢力 第一股就是深藍的基本盤 送出來深藍會不會拉掉一點 鐵定會 第二組織盤 所謂組織就是那些農民會系統 地方那些社團系統 組織盤送出來會不會拉掉一點 宋楚瑜顯然跟組織也相當的關聯性 第三派系盤 派系盤 派系 派系也是一個盤 派系不是在觀望嗎 包括理論上料料也應該接 他不願意 這個就是一個重要指標 所以當這三個盤 宋楚瑜出來又把你拉掉一點的時候 宋楚瑜還沒宣布參選 一旦宣布參選 這三部分就說 洪秀柱所依賴這三個重要 這個依據 他會流失一點 天啊 會流失一點 我不知道多少 這個我不講 可是新新聞說現在這些所謂派系或地方的以前藍營的這個所謂的我們說的水利會 農運會 基本上現在只是站在山頭 完全只有搖旗納喊連幫忙一點輸注都沒有 所以所以我告訴你 所以未來的觀察指標就是剛剛我講的那個除了深藍那一塊 你說藍軍好了啦 另外那兩點的流向很重要嘛 那你看兩個指標就知道是大家非常緊張的 朱立倫他還是你看懂他嗎 講這麼粗的話馬上第一時間表示善意嘛 是沒有道歉啦 理論上他還是應該說道歉啦 但他大概講不出來嘛 講不出來其實應該叫黨的高層講一下嘛 那不代表表示如果有冒犯那個宋楚瑜的地方 請見諒 要講一下比較好 不只是我覺得要講一下 他不一定親自 因為我沒有看到 對不起 我沒有看到 我為什麼說他心亂了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他引用詩經大雅大王篇的 對 周衰舊幫其命為新 其實他講錯了 他講成周幫衰舊 這很少人看到 對啦 他心裡很亂 周幫衰舊 那很簡單 周衰舊幫他講成周幫 周幫衰舊 對啦 他講錯啦 那個其實我們高中就會背了 所以我昨天一直看不懂 這個是怎麼樣的 周衰舊幫好 第二點 小事 第二點小事 那不小心 好不好 口誤啦 可是那麼很簡單 不應該口誤 我不是說他 他學問很好 博士嘛 可是心亂了 那第二點 你看 這小事情 心亂了 你看 那個你說老共那邊的演習 弄總統服務 好像類似總統服務 我覺得那個我不關心 我比較關心在意的是 昨天遙控的空拍飛機撞101 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我不願意擴大想像 可是如果對政治 有一點小小敏感度的事情的人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可以做文章 你是說這個空拍機撞樓 一個月三起101 這個安全亮紅燈 你覺得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認為是個大事 因為具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這個問題我們以後有機會討論 因為其實傑兵康的消息 也真的嚇一跳 因為今天新聞一直在播這個事情 等於我要請教明顯的問題是什麼 新新聞說了一個內幕消息說 宋楚瑜是不可能擔任不分區的 他沒有別的路 只有總統這條路 可是明顯說一句話說 其實還有一些事情 為什麼會延到8月6號 延到8月6號 可是有密新的 該明顯有這麼說 等於我請教他 我先問一下這個學衡 學衡 剛才真的丟臉 其實我說真的 我學 我的學問也不高 所以我以為周衰舊幫這句話 聽起來蠻順的 結果不是 是周褒衰舊 不是 周衰舊 你更正過 周衰舊是錯的 周衰舊幫才對 那原本他講的是 周褒衰舊 所以這已經是更新完的 所以你來看一下 人家宋楚瑜出招 他也要對招 然後把人家更正這個內容 裡面洋洋灑灑的 彼此互相 你覺得他們有合作的可能性嗎 沒關係 我想 傑秘也不需要太在意 像我這種無知之人 我也不知道差在哪裡 但沒關係 我覺得 其實大家持平而論 就是我們看親民黨 跟國民黨這次過招 讓人比較擔心 其實是兩個人資歷跟戰力 其實完全不同 那我們必須要講的是 宋楚瑜是多少年的老狐狸 他以前一路從國民黨 鬥到國民黨外 你說他的戰力 對 你說他的戰力跟資歷 完全十倍勝過朱立倫的時候 朱立倫有沒有辦法 去與他相抗衡 那我們以前都一直講 雙方要對談 你要嘛是背後的智囊團 是有足夠的力量 要嘛就你本身可以經營這所有的東西 所以如果真的雙方要對談的話 其實比較讓人擔心是 朱立倫現在的表現 真的讓人不放心是 市政跟黨政 他做的都讓人頗有為辭的時候 那你現在要面對一個老狐狸 那你覺得在談判桌上 有什麼樣的好處嗎 等一下誰是老狐狸 老狐狸就宋楚瑜 不會是我嗎 OK OK 第一個我很胖 所以不是狐狸 第二個我沒那麼老 那我覺得講明了 宋楚瑜在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談的是價格跟價值 新新聞寫的概念是沒有錯 對宋楚瑜來講 你如果要趁精論量 爭取最多的選票 然後爭取最多的機會 你就是要跟人家談價格 所以你不但要選總統 而且要繼續往後延 因為兩黨都有可能跟你談 那要嘛蔡英文 要嘛這個國民黨 雙方都可以協調 都可以有更多的爭取機會 可是您也看過 夏真寫的那篇文章 夏真寫的是價值 你身為一個有這麼多資歷的人 其實我之前也問過很多次 劉恩雄這個問題就是 那宋主席為什麼不成立一個 松下俗或者是凱拉格蘭學校 這樣子的一個單位 某種程度傳承他的治理的理念 而不是永遠都他一個人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劉恩雄說你也知道他就沒有回答我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價格跟價值的問題 就是我同樣知道他選擇價格 盡量幫親民黨多爭取一些票 多爭取一些選區 多爭取一些勝選的機會 是可行而且相對正確的 可是在另外一邊是價值啊 那你要給台灣留下來 什麼樣子的風範 風古 或是影響力 這是在另外一邊的考量 因為坦白講以這麼一位 這個我講比較直接 我高中的時候他選舉 現在我兒子都快要讀幼稚園了 還是他選舉 這個我真的很不能接受 就代表台灣的政壇 在某種程度是停滯的 而且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真的對他本人好嗎 真的對台灣的政治好嗎 我認為這件事情非常值得討論 所以我覺得宋楚怡接下來的選擇 就是價格跟價值 那他選擇哪一邊 其實沒有人可以苛責他 可是問題是他在台灣留下來 什麼樣子的背影 是他這一次的選擇 會下真正的決心呢 因為我講比較直接一點了 不管是民進黨內部民調 跟自由時報的民調 你也知道在台灣現在的 這個所謂的政治模式裡面 第二名沒有太大的意義啊 第二名沒有太大的意義 你第二名你會變副總統嗎 不會 對囉 那只有贏者全拿 在這樣子的票數裡面 我覺得最後怎麼樣 要看宋楚瑜的政治之回 宋楚瑜我要挑戰我敬愛的宋楚瑜 第二名不能當副總統 以後可不可以當行政院長 但是在那個時候出來之前 你就談聯合政府我認為稍早了一點 我說想像空間 可以有想像空間啊 但是 好就在這個討論過程中 家青不斷的默默的點頭 他是點頭說這個第二高票 可以去當行政院長 還是第二高票不要談行政院長 因為贏者全拿了 這個家青這一抹一抹神秘的微笑 稍後之後要請問一下 的確這問題就來了 如果按這個趨勢來發生的話 宋楚瑜的確有機會 就取代了這個洪秀柱 以這個民調來看 看清楚了沒有 這個民調是30 如果兩個加起來32比上4車 是沒搞頭的 但是如果以民進黨內部的民調 來看的話 是4數比上44 那可就有搞頭了 另外我還要問一下 這個年化一個問題 就是恐懼紅利 這是什麼挖割 難道這個也 中共也配合他演恐懼紅利嗎 當然稍後之後 我們要接聽觀眾朋友電話 我們題目是 如果蔡英文的民調持續的往上攀升 那麼會加速氣保效應呢 那誰會被氣保 稍後廣告之後 我們來接聽民的電話 當然更重要的事情是 家青內抹 微笑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先進一個廣告